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臉部頭部受傷 倒在公園旁的馬路上 不斷發出哀嚎 看起來相當痛苦 警校到場後 立刻給男子處理傷口 並將他送往醫院 而男子的兩名朋友 就在一旁現場 還有不少空啤酒罐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上班的時候 是有看到有人拿安全帽 敲另外一個人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是 三個人 三個人 事發高雄三民區 久如一路跟遙山街口的公園 原來這三名男子都住在附近 常常相約在公園喝酒 其中倒在地上的陳姓男子 被蘇姓男子懷疑 偷了另外一人的5000元 三人在5號凌晨2點多 酒後發生肢體衝突 打成一團 其中陳姓男子頭部 臉部受傷 雖然事後雙方都不提告 但酒後脫序行為 仍將依設為法授辦